被迫参加真愿吃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 一个猫耳娘告诉他们 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能力 而手铐除了可以束缚行动 同时也能控制你们的能力 一个大块头不服气 结果猫耳娘一个反手就直接将 大块头送去见阎王 随即他讲解规则 手铐只是灯变率后5秒就会解禁能力 也就是说 他们彼此见面后5秒就得战斗了 而且在这里用能力杀死其他观察器 不会受到惩罚 简而言之 就是见面5秒开始战斗 故事一开始 男主啊起放学刚准备回家 路边突然停下一辆黑色轿车 紧接着一个绷带怪人就走了过来 他死死地盯着男主 这时男主也注意到了这个怪人 二人对视了5秒后 绷带怪直接朝男主扑了过来 上来直接就是一拳 幸好男主够激烈 才躲了过去 眼看绷带怪明显冲着自己过来 男主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警察叔叔 可是面对紧追不舍的绷带怪 男主的大脑飞速运转 直接冲进了旁边的废弃大楼 趁着绷带怪四处寻找的时候 男主飞快地布置好陷阱 随后主动出口挑衅绷带怪 头脑简单的他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 但下一秒 就上了男主的套 被高空掉落的铁箱砸扁 不过男主并没有放松警惕 果然绷带怪没死 反而更加凶猛地朝着男主扑过来 男主见状立刻拿起旁边的钢管 直接给对方来了个透心凉 解决完绷带怪后 男主才放松下来 这时 旁边传来一道声音 一个猫耳娘突然出现在身后 紧接着男主的身体就被击穿了 万万没想到 男主居然栽倒一个猫耳娘的手里 等他再次睁开眼 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大厅 除他之外 大厅里还有各种形形色色的人 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戴了个手铐 而听猫耳娘的意思是 接下来会需要他们利用自己的能力互相残杀 一旦被认定无法履行观测器的职能就会被清退 清退是什么意思 想必大家都心里有数 这人既然敢把他们抓来 自然不可能安安全全放回去 说白了 他们的通关方式必然包含自相残杀 男主瞬间变得十分激动 毕竟他就喜欢这种高难度游戏 当然 现在肯定是不敢表现出来的 毕竟万一变成功敌可就不好了 接下来是问答时间 猫耳娘让他们随便提问 他对在场的所有人都了如指掌 一个黄发女生就问为什么被抓来的是他们这些人 猫耳娘回答纯属巧合 黄发女生愣住了 但还没等他再说些什么 另一个工作人员丸子头 就出来催猫耳娘赶紧完事 让他们回房间准备第一关 1v1战斗 众人各自来到自己的小哥间 阿琪也不例外 房间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字条 还有他最爱的猩猩糖 字条上写着第一关的结束条件 是其中一方昏厥 死亡或者认输 信封里的则是他被赋予的能力 可是看到上面的字阿琪却愣住了 他的能力究竟会是什么呢 很快第一关就开始了 阿琪的对手是一个投金小哥 地点是教室 小哥看上去很狂的样子 5秒之后两人手上的手铐 分离变成两个手环 战斗开始 投金哥手上的木棍突然变成一把刀 立即朝阿琪冲了过来 不得不说这把刀确实挺厉害 砍桌子跟切菜似的 幸好阿琪敏捷躲开所有攻击 还逃到了理科室 阿琪像上次一样故意把对手引进来 充分利用化学知识 先搞出烟雾扰乱对方视线 再猝不及防喷火 还搞了个假人当替身 投金哥刀一挥 假人里面的羽毛就纷纷扬扬落下 这场景倒是跟当初猫二娘 当着众人面炮轰叛逆者相似 阿琪就是在这时候走出来的 告诉投金哥自己一直不用能力 并不是因为他很弱 反而是因为太强了 所以纠结要不要用 投金哥只觉得这家伙肯定是在虚张声势 但是在听到阿琪问他还记不记得 那个魔术的时候 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的动作犹豫了一瞬间 紧接着就听到阿琪说出了他的能力 将手变成大炮的能力 对着投金哥就放了一炮 那把利刃也飞了出去 重新变回目棒 投金哥还不忘在心里偷偷感叹 这能力也太恐怖了吧 胜负已定 投金哥认输 不过 阿琪的真正能力并不是将手变成大炮 而是诡辩家 一切对手所设想的能力 换句话说 阿琪有多强完全取决于对手的想象力有多强 可回去的路上阿琪却陷入了沉思 这种需要骗过对方才能成功的能力 真的能回回都有用吗 而相对于男主这边因为能力而纠结 女主才是真的惨 她只是好心给那个人递了块手帕 从此就被变态跟踪狂盯上了 天天装成偶遇的样子跟她搭讪 直接把优力给吓得跑回家了 可是回家之后 她面对的也只是天天喝得不省人事的母亲 和被母亲碰巧遇见带回来的男人 而且今天被带回来的男人甚至还带了个孩子 妈妈就让优力照顾一下那个小女孩 理由是碰巧遇到 优力真的受够了这个词 要不是碰巧那天看到变态跟踪狂准备跳楼自杀 她也不会跑上去救人 也就不会被跟踪狂抱着殉情的念头 给拽下去一起死了 虽然没死 却被抓到了这个鬼地方 理由是纯属巧合 想到毛尔娘当初给的理由 优力将就气得不行 对着门又锤又踹大喊放我回去 喊完才想起来还没看自己的能力呢 看完之后她也愣住了 究竟是什么能力让优力这么一言难尽呢 她决定先测试一下 说着就摸上了一面墙 眼睛一闭一睁 只听轰隆一声 把隔壁正在闭目沉思的男主阿琪吓了一跳 原来当当女主只是随便用了点力 那面墙就裂开了 她被赋予的能力是让身体能力提升五倍的能力 立马去锤门想要逃出去 可惜那扇门是特制的 根本锤不烂 好像她每一次都没办法如愿以偿 不久之前瞒着妈妈攒的一百万马上就够了 这是她准备离开这个家独自生活的资金 正美滋滋想着呢 那个小姑娘就生生走了进来 肚子饿得咕咕叫 优力就给她做了饭 两人吃完之后还一起去洗澡澡 可是优力却在小姑娘身上看到了一身伤痕 晚上睡觉小姑娘也一直在说梦话 对不起 这让优力忍不住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妈妈泄愤地对她说 就因为碰巧和那个男人生下了她 自己的人生全毁了 优力猛然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正躺在监禁室的床上 接着就被带了出去准备参加第一关 1v1的比赛 而她的对手竟然是个猥琐大叔 上来就对优力说了些乌言会语 自称最喜欢女孩子的香味 甚至获得的能力都是调香师 即通过气味获知对手状态的能力 一边猥琐地嗅着空气一边朝优力走去 被优力嫌弃地骂了一通之后 她反而更兴奋了 露出痴汉的笑脸飞奔而去 五秒之后两人的手环分开方便他们战斗 优力直接飞身一踹 将猥琐大叔踹了出去 大猥琐舔了下脸上的血 优力就像炸毛的猫一样浑身过电 更没想到的是 对面竟然一下把裤子脱了 然后光着屁股再次朝优力冲了过来 优力根本就不想碰她 反而给对方抓住机会反手将她勒在怀里 而更可怕的是 这个老猥琐因为之前经历的一些事情 觉醒了抖S属性 她原来是一个大公司的高管 却在一次约小姑娘的时候被对方抓住了把柄 威胁她给20万就当不知道这件事 不然就到她的公司去闹 于是老猥琐怒从中来 把那个女孩给掐死了 从那之后她就迷上了那种快感 接着开始锻炼身体 把吊上来的女孩全都支配了 来这里之后 她还以为不能再做那种事了 老猥琐激动坏了 向优力表示这是天赐的巧合 又是巧合 这是直接在优力的雷区蹦迪亚 她人生所有碰巧的不幸瞬间全部涌入脑海 优力愤怒了 浑身爆发出红色的亮光 手一握竟然硬生生将老猥琐的手腕 给握得严重凹了下去 她趁机绕到老猥琐背后用力点了她一拳 老猥琐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并且失去行动能力 广播立刻宣布获胜者是优力 一般来说第一次使用这个能力之后 恐怕会站都站不起来 可是优力竟然面色平静像是无事发生 难不成她也是天才 而优力此刻心中所想的却是 她一定要回到家里 回到那个妹妹身边 画面一转 男主在睡梦中一直在思考 这些能力到底是从哪来的 结果猫尔娘就跑到了她的梦中这样告诉她 这些能力都是用别人的寿命换来的 没使用一次 地球的另一侧就会有一个人死掉 就在男主惊讶不已的时候 猫尔娘又笑眯眯地来了剧 这些都是开玩笑 可阿琪却陷入了沉思 就在这时 她被工作人员叫起来参加第二轮游戏 这一次是5v5团战 而且队友还有个熟人 正是阿琪第一轮的对手 悟奇 这下完蛋了 阿琪的能力要被固定住了 因为悟奇早已经相信她的能力就是大炮 团战队友之间肯定要交流自己的能力 那到时候她自认也只能说是大炮了 果不其然 其中一个长得像猴的人提出要互相了解 并且率先将自己的能力展示了出来 将扭扣变成绳子 其他人一阵无语 这也太鸡肋了吧 望汉老哥的能力是两秒之内无敌 悟奇的能力阿琪已经知道了 是将树枝变成刀 优利将也当众展示了自己 将身体各项能力提升5倍的能力 最后轮到了阿琪 其实她也可以把真正的能力告诉队友 但是那太冒险了 万一下一轮就变成了对手怎么办 所以她说出来的依旧是将手变成大炮的能力 而在这一轮阿琪也有自己的目的 她想更多的测试一下这个能力 总之 现在还不能暴露自己的真正能力 不过阿琪还是想赢下去的 她觉得目前看来优利将会是这场团战的关键 就让优利跳一跳看能跳多高 结果优利一跳裙子下面就暴露了 壮汉老哥像是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 其他三个人全都被优利给揍了一顿 包括阿琪 揍完之后刚好到了开战时间 5人被黑西装们领着来到了一间屋子 屋子里有他们的对手队伍以及中间一个大擂台 对面其中一个人还躲了起来 但是阿琪一看到擂台就察觉不对劲了 果不其然 紧接着猫尔娘就开始宣布规则 说好的团战竟然又变成了一比一 每队每次只能派一个人上去战斗 分组是由组织分好的 最后算队伍的总成绩 而第一组就是猴哥和对面的粉发大姐姐 两人上去之后手环也同时分开 大姐姐漂亮又性感 开口就是软乎乎的请求猴哥 拜托他主动弃拳 生死相搏的时候对手突然脱衣服要怎么办 而且还是个漂亮大姐姐 这衣服一脱全场惊呆 作为当事人的猴哥更是重量级 被大姐姐言语一引诱当场就想直接投降 幸好队友及时辱骂让他清醒过来 告诉大姐姐他不想弃拳 但是自己的能力太厉害了怕伤到他 说着他就掏出一枚正反面不一样的扭扣 让大姐姐和自己一起猜正反 输掉的人就立刻弃拳 队友们立刻明白了猴哥的打算 因为他的能力没办法用于战斗 变成赌博性质还有50%的可能会赢 前提是敌人不会早偷袭 而阿琪明显想到了这种可能 就一直盯着大姐姐的动作 万万没想到目光看向抛出去的硬币的一瞬间 猴哥的身体就骤然被树根锋刃贯穿 大姐姐还是那副从容不迫的模样 这明显就是他动的手 可是提前盯着他的阿琪却没能发现他的动作 自然也就无法判断他的能力究竟是什么 此时医护人员也已经赶到 紧接着猴哥就被工作人员抬走处理 优历和壮汉老哥都很难过 听到乌琪还在那冷嘲热讽就和他吵了起来 大敌当前竟然还起内红 阿琪赶紧站出来 暗示他们现在还是先保证自己能活下来再说吧 之后是第二场战斗 壮汉老哥对战对面的眼镜妹 眼镜妹看起来相当冷静 看到有人死了也无动于衷 大家就推测这肯定也是个狠角色 然而等壮汉老哥率先冲过去的时候 他竟然直接举手投降了 这下连阿琪都傻眼了 眼镜妹下去之后 跟队友坦诚自己使用的是复制对方能力的能力 但是无事发生 应该是有什么触发条件 而对方那么强壮自己肯定打不过他 大姐姐听完之后气得不行 毕竟要是队友全输了那他赢了也没用啊 另一个维京妹见状赶紧出来劝阻 安慰大姐姐下一场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大姐姐这才放过眼镜妹 不过其实眼镜妹真正的能力是 复制对手能力的十分之一 只要发动这个能力就能知道对手的能力 也就是说 这个眼镜妹就是阿琪的克星 看着乌琪手里的大刀 维京妹连忙用手里的弹弓进行反击 可维京妹接连射出去几发弹珠都被乌琪躲开了 乌琪还在不停地挑衅 恼羞成怒的他同时扔出去三颗 拳术被乌琪躲开之后趁其不被发射第四颗 于是乌琪挥剑就朝变大的弹珠砍去 看来还是乌琪的刀更厉害一些呀 因为他的真正能力并不仅仅只是将数字变成剑 而是将数字变成什么都能斩断的剑的能力 乌琪得意洋洋地扛着剑 让对手趁早投降 维京妹也想啊 可要是自己也投降了 大姐姐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事到如今只能拼死一搏了 他从兜里掏出来两大把弹珠 嗖嗖全朝乌琪扔了过去 阿琪觉得不对劲 赶紧提醒乌琪尽快结束战斗 果不其然 维京妹刚刚可不是乱扔的 他趁机用弹珠围住了乌琪想封住他的动作 只剩下前面一个出口 而维京妹也丢出了自己的最后一颗弹珠 可惜还是被乌琪给砍了 没想到 就在弹珠断开落下的一瞬间 乌琪看到对面的手上竟然还有弹弓和弹珠 幸好乌琪早有准备 在刚刚被大弹珠挡住的一瞬间将树枝折断 所以多出了一把小刀 搜一下扔过去将弹弓的绳给切断了 这最后一颗弹珠甚至没能发射出去 乌琪得意地剑直眼睛妹劝他主动投降 万万没想到 就在这时那颗弹珠竟然滚到了他脚边 然后瞬间便大刚好顶住了乌琪的胯下 这可真是致命打击啊 所以第三场是维京妹获胜 这样一来阿琪这队就两负一胜了 接下来两局 他和优利必须全都要赢 阿琪的对手是一个长得像圆的男人 他准备利用和圆哥的战斗测试自己的能力 在场的这八个人中究竟谁算是他的对手 如果只有圆哥是对手 又是从哪个瞬间开始判定的呢 阿琪现在已经燃起斗志了 手环一分开就看了看自己的三位队友 可是手并没有变成大炮 第一阶段的测试就结束了 接下来是第二阶段 他突然转身走到擂台边上开始挑衅乌琪 还抬手想要攻击他 而右手竟然真的变成了大炮 并且发射出一枚炮弹 幸好雾琪躲得快 阿琪这才安慰他不可能真的伤害到你了 说着还吹了吹炮口的烟 这一连串动作把对手都给整蒙了 然而阿琪的试验还没结束 马上就到最终阶段了 他伸出手臂挨个看了眼对面的几个人 可是手臂都没反应 只有看到圆哥的时候才变成大炮 试验结束 阿琪已经彻底弄清楚了自己的能力 现在只要在不杀死圆哥的前提下 赢得胜利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一发炮弹射过去到了圆哥面前竟然消失了 如何让一个无能的男人在波台上雄起 那还得靠性感大姐姐 台下的大姐姐看到圆哥表现不太行 就开始诱惑他 要是你能赢得胜利就让你为所欲为哦 圆哥的心情当场就如同火箭喷射一般 他觉得自己要重生了 要从默默无闻的配角变成主角了 然而下一秒真正的主角起奥天 就无情打碎了他的幻想 还是用鞋子 趁他被打中的同时将大炮指向了圆哥的后脑勺 让他举起手来 因为他已经看透了圆哥的能力 那就是把触碰到的能力无效化 但条件是手要碰到地面 圆哥一看自己的能力都被对方破了 只好乖乖投降 阿琪赢得了胜利还彻底了解了自己的能力 能让他的能力发动的对手必须满足条件 那就是不仅要被阿琪视为对手 还要视阿琪为对手 终于到了最后一战 也就是优力和那个一开始就躲起来的人的战斗 万万没想到 那个人竟然是优力将的老熟人 正是那个害他被抓到这里的变态跟踪狂 变态还在那里美滋滋想着他和优力这么有缘分 肯定是要结婚了吧 压根不去看对面浑身怒气的优力 两人同时站上了擂台 手环还没分开优力就开始活动手腕 他是真的恶心死对面那男的了 这次说什么也要给对方一点教训 一拳 只用了一拳 优力直接秒杀变态跟踪狂 场外的阿琪也忍不住感叹优力的能力 恐怕是最强的 第二场的团战最终以阿琪的队伍获胜 拜方自然要接受惩罚 不过万万没想到的是 惩罚竟然是让女性玩家 去当兔女郎服务胜利的队伍 男玩家就在角落喝水就完事了 而胜者的奖励就是丸子头亲手制作的各种美食 大姐姐和眼镜妹他们就负责端茶倒水 好家伙 对大姐姐来说这不就是专业对口了吗 他拼了老命想勾引阿琪 可惜阿琪是个铁直男 而且本能察觉这个女人很危险 根本不想和他过多接触 对优利和眼镜妹倒是挺温柔的 雾琪让眼镜妹给他端茶倒水 还被阿琪给嘲讽了 说他也输了不配被服务 应该也穿上兔女郎露被装 好小子 看你浓眉大眼的没想到好这口啊 但是眼镜妹似乎认识阿琪 却并没有说出来 吃饱喝足之后就要进入下一阶段了 两队分别进入了不同的门 走了一会儿之后 阿琪他们又要选择不同的门出去 也就意味着队伍到此时就要解散了 准备把优利将培养成自己的工具人 而画面一转 四个歪瓜裂枣的男人完美全身 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每一个都长得奇奇怪怪 还想追人家美少女 其中一个香蕉脸 还把帅气的男主阿琪认成了妹子 阿琪也没想到自己竟然第三场开局 就能遇到优利 而且他俩同病相连 一个被人追一个被人拦 追优利的四人自称是红队的暴力小队 拦阿琪的黄毛颜值要高一点 被对面称为绿队的小鬼 他看到四人组想对阿琪优利动手 还挡在了他们面前 这么看来黄毛应该是个好人吧 果不其然 黄毛突然变出了弓箭指向四人组 还让优利阿琪快跑 然而还没等他俩开始跑 对面的眼镜哥就发动了能力 他的能力竟然是把手变成大炮 优利惊呆了 这不是和阿琪的技能一样吗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句话 四人组自然也不例外 并且理所当然地相信了 于是阿琪的手臂也瞬间变成了大炮 率先轰了对面一炮 眼镜哥健壮也立马朝他们放炮 阿琪等的就是这个 瞬间转身同时放炮 他要和眼镜哥对拨 并且深谙自古对拨左边输的真理 射完就跑 爆炸的余波反而把四人组给炸爬了 眼镜哥还吓得腿软不敢追上去 四人这才放弃 然后担忧起自己的命运 要是让老大知道了 他们把拥有大炮能力的新人放走 肯定要玩完啊 另一边 三人安全之后黄毛小哥也做了个自我介绍 并且把这里的情况跟他们简单说了一下 在这个第三项目中大家都结成了队伍 他是绿队的 刚刚那些人则是红队 红队的两个老大一个能力超强 一个脑子好使 他们在这里横行霸道 就这样 一边说一边把阿琪和幽丽带到了绿队基地 没想到 这些先来的玩家竟然在游戏地图上建起了村子 而且基地里不乏老弱病残 有种地的有盖房的 甚至还有在这里出生的孩子 因为妈妈被抓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怀孕了 而且看大家多安居乐业的样子 应该是个好基地吧 介绍完之后 黄毛就先去找自家老大说明情况了 阿琪和幽丽也终于有了独处的机会 幽丽知道阿琪脑子好优势前队友 自然要跟阿琪一起行动 可是阿琪真的会留在这里吗 等见到黄毛的老大之后 幽丽直言自己的超能力能够提升身体五倍能力 而在这些老玩家搞的节奏榜单中 这种能力可比变成大炮那种A级能力更厉害 是一家的超稀有能力 老领导喜极而气大呼小伙子干得漂亮 出了一趟门就捡了两个大佬回来 等注意到阿琪和幽丽迷茫的眼神的时候 才意识到自己太过激动了 赶紧晚尊告诉了他们一些信息 在第三项目中 他们每个人都有的终端机是关键 组织会时不时下达任务 完成任务之后就可以获得点数 用来换取各种各样的物品 想要啥有啥 老爷子是比较早的玩家 他刚来的时候 大家还只是组成几人小队 可是从某个时间段开始 有个队伍突然扩大规模 一下子就增加了好几十人 渐渐的就有传闻说 那个队伍在拐人 正是袭击了优励的红队 阿琪一听就明白了 这个红队的首领 肯定不想往下一关走 准备长久定居这里了 毕竟下一关不一定比这里好 最起码在这里有吃有喝逍遥自在 所以红队就开始 在这个能力至上的世界 建立自己的王国 他们想军临这个世界 作为王者支配弱小 而红队的两个首领 一个是壮汉阿易 另一个是头脑派的小黑 此时的阿易正搂着 上一关阿琪他们的对手 那位性感大姐姐 教训面前的四人小队 拎着一瓶红酒 就砸到了光头头上 浪费可耻 在这个物资制的世界 这简直就是浪费 就连小黑也看不下去了 不过他不满的是 阿易弄脏了地面 嫌弃那人的血溅 在自己的皮鞋上 说着就让另外三人 把他们的好兄弟给抬走了 小黑不愧是头脑派 知道虽然把大炮放走 有点可惜 但最重要的是 一个初来乍到的小鬼 竟然能从四人小队手里逃脱 这个少年一定不简单 除了大炮之外 他肯定还有别的秘密 红队是用能力镇压弱者的存在 绿队就是为了保护弱者 组建的与之对抗的存在 除了这两队之外 还有个蓝队 是中立阵营 目前的第三项目 就是三足鼎立的状态 而红绿迟早有一战 所以老爷子 一直在考虑招兵买马的事情 优利这种正义 少女自然毫不犹豫就同意 问题在于阿琪 他突然走到老爷子面前伸出手臂 主动表明我的能力 是把手变成大炮 说着就准备上前演示一下 可是下一秒就尴尬了 因为面对绿队老爷子 他的大炮还真没出来 阿琪开始慌了 毕竟这还是他第一次 遇到这种情况 究竟是老爷子不相信 他能手变大炮 还是他的超能力 是能让别人的能力无效化 阿琪就回头看了眼优利 手臂瞬间就变成了大炮 老爷子这才意味深长地感叹一句 还真是大炮啊 接着又让阿琪向自己开炮 没想到阿琪还真开了 不过烟雾散去之后 老爷子毫发无伤 甚至动都不带动了 经过这番试探 阿琪知道这老头不简单 反正他目前也没有别的选择 就决定和优利一起留下来了 而且还主动申请 和优利住同一个房间 优利脸红红地 跟阿琪一起进了房间 感觉气氛有些尴尬 就想去洗澡 但是阿琪突然开口说 有事情想向优利坦白 优利慌了 猜测男主要对自己 进行爱的宣言了 正当他沉浸在自己幻想中时 就看见阿琪递过来一张纸条 优利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我真正的能力是心灵感应 优利不解地看向阿琪 就听到他让自己相信 他们可以心灵相通 原来根本就不是表白啊 阿琪只是利用优利的 傻白甜开发新技能而已 幸好优利真的很相信他 两人成功通过心灵相通 用心对话了 连上线之后 阿琪就不让优利再开口 因为这个房间 肯定已经被监听了 老爷子为了保护大家 在彻底信赖他们之前 一定会监视他们的 两人就用心灵传话 交流了双方的事情 优利告诉阿琪自己想回家 妹妹还在等他 阿琪家里则只有一个 关系不好的爸爸 所以他的目的是通关游戏 不过阿琪向优利 保证自己可以帮他回家 两人握手表示 这就算结盟了 优利也向阿琪保证自己不会 把他的能力告诉别人 于是阿琪终于 把自己的真正能力 对手所设想的能力 告诉了优利 优利一脸猛逼 但还没等阿琪解释 猫尔娘就出现了 并在每个人的终端上下达任务 明天九点开始 在一记广场讨伐实施鬼 这是阿琪和优利 来到第三项目 遇到的第一个任务 自然得跟着一起去了 还能顺便让基地的人 见识一下他们的实力 老爷子也同意 让他俩组队打游击 只是没想到 蓝队竟然也参与了这次任务 而现在他们即将面对的是 一大群实施鬼 阿琪一看 这玩意儿不就是 当初攻击自己的东西吗 想当初没有超能力的 阿琪都能单杀一只 现在有了能力 还有同伴就更不用害怕 不过其他人 没有那么强的能力 只能听老爷子调浅 老爷子作为必嘲讽敌人 引过来之后 居负责束缚住敌人 最后再由除割下敌人的头颅 示范了一只之后 阿琪也得露一手 阿琪看了眼 刚刚的大砍刀姐姐 手臂瞬间变成大炮 将实施鬼击飞 接连搞定两只 大家士气大掌 接下来便各司其职应付敌人 绿队的人的能力 也都千奇百怪 之前的黄毛小哥是射箭的 还有能用乌骨娃娃 操纵敌人的修女 以及用瞬间移动能力的小队长 阿琪就一边应对实施鬼 一边观察大家的超能力 还不忘提醒优利多看看 毕竟和优利组队 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 发挥自己的超能力 只要优利相信 他有什么能力 他就能做到 当然目前来看这些东西 只需要大炮就能解决 而大家都相信 他能变大炮 并且队里肯定有老爷子 安排监视他的人 这些关注他的人 也可以被阿琪视为对手 所以想变大炮的时候 和他们对视就行 阿琪一炮就能轰飞一只实施鬼 简直气势如虹 连毛尔娘都在一直关注着他 可惜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红队终于出现了 实施鬼一看到 有新敌人立刻扑了上去 结果被阿一随便一脚给踹了下去 他旁边站的是小黑和一个酒保小弟 小黑一直对老爷子很是提防 也是因为他才不敢 大举进攻绿队的基地 因为他一直不知道 老爷子的能力是什么 所以老爷子看到小黑之后也顿觉不妙 一定不能被对方察觉能力 阿琪也察觉到了同类 赶紧让幽丽隐藏一下实力 结果回头一看 幽丽一拳就把实施鬼给打趴了 红队的人一来老爷子就让大家撤退 可没想到阿一他们竟然 把抓来的奴隶给推了下去 实施鬼就跑来攻击奴隶们 其中还有阿琪幽丽的熟人眼镜妹 眼看眼镜妹就要被实施鬼攻击了 阿琪和幽丽想也不想就默契出手 那眼镜妹似乎认识阿琪 老爷子没办法对弱者见死不救 猫二娘见状就忍不住想让游戏 变得更有趣一些了 打了个响指之后 一个庞然大物突破墙壁走了出来 来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无敌喵喵拳 其他实施鬼在他面前就是个弟弟 而主角队即将面对的就是这么个怪物 关键时刻竟然是老爷子挺身而出 让阿琪把猫王交给他 自己去救其他人 阿琪就乖乖听话跑了 要对付猫王势必要用到能力 猫王不停地挥舞着无敌喵喵拳 结果连老爷子的房都没破 紧接着老爷子伸手撸猫宣布调停失败 不知道从哪来的强烈能量瞬间迸发 把猫王的腹部开了个口子 猫王轰然倒地 而老爷子的手臂也流着鲜血 仅凭一人就击败了这么个庞然大物 不愧是能在乱世中庇护弱者的人 其实老爷子的能力是能和对手和平谈判 而在谈判过程中受到的攻击伤害 将会在谈判失败时全数返还给对手 只不过当着小黑的面用出来 肯定会被对方破解 然而更糟糕的情况很快出现了 猫王的身体在生了 老爷子顿觉不妙让其他人赶紧撤退 没想到最不听话的竟然是优力 直接冲上去将猫王踹翻 猫王立刻反扑上来 两人都被强大的冲击击退 关键时刻 阿启亮出大炮朝猫王开了一炮 然后走到了优力和老爷子身边 告诉他们自己想到攻略方法了 接着开始和优力心灵对话 两人一边打一边交流 谁也听不见他们的计划 只能看到他们不停地闪射 这时阿启一边开炮 一边将猫王朝不远处的废墟影 那里是所有人的观察死角 在那里用其他能力再合适不过了 当然这得需要优力相信阿启能用才行 阿启来到了墙壁处叫了声优力 优力立刻闭眼想象 同时猫王的拳头挥了过去 猫王一拳将墙壁打碎 如果阿启真的挨了这一拳 想必连命都没了 然而等到烟尘散去 阿启竟然将大炮伸向了猫王的嘴里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都杀不死猫王 就在这时 阿一突然跳下来将猫王给踹翻在地 看着两个少年少女哈哈大笑 不停地说着真有意思 难道他发现了阿启刚刚用了别的能力吗 解决完猫王之后就轮到了阿一 和男女主之间的战斗了 不过优力也是真的忙 看到对方那么大块头还往上冲 结果就被一把抓住脚腕扔了回去 阿一对阿启和优力非常感兴趣 非得和他们打架 当然再加上的老爷子他也不在意 但是他们不想打呀 而且猫尔娘也不想让他们现在就打起来 插手将这场一触即发的战斗瞬间消解 然后对阿一提出了个更损的主意 一看就是想针对男主的 猫尔娘宣布七天之后 红队和绿队将会开始一场赌上存亡的战争游戏 名为国王狩猎 只要狩猎了对方的队长就能获胜 当然也可以狩猎其他敌人 不用杀人 只要拿到终端机就算狩猎成功 可以获得相应点数 猫尔娘还表示 自己会给予奖励降低他们狩猎国王的难度 然而红队想要的可不仅仅如此 小黑希望的是一方赢了 另一方所有人都要去死 猫尔娘一听你比我还狠 不过谁让他喜欢呢 于是双方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宣布完之后 绿队回到了营地 奶妈阿姨指挥后勤人员救助伤员 老爷子则让优利去洗澡 然后把阿启单独叫到了自己房间 问他真正的能力究竟是什么 看来老爷子当时也发现了不对 猫王明明就不偏不倚击中了阿启 他能躲开靠的绝不是运气 阿启便向老爷子坦诚 自己的真正能力的确不是大炮 至于究竟是什么他现在不能说 但是他保证自己会用这个能力打败红队 老爷子就不再追问了 绿队的人还把那些奴隶给带了回来 包括眼镜妹 而眼镜妹也确实是阿启的迷妹 还是在进入这莫名其妙的测试之前就认识的 因为阿启是游戏高手 眼镜妹则是阿启的粉丝 与此同时 阿启优丽的另一个熟人也出现了 正是当初的队友壮汉老哥熊切 他救了基地里的一个小姑娘 就跟着一起来基地了 刚好碰到收拾完出来的阿启和优丽 正说着 猫儿娘就在广播里宣布了 七天后将要开始的战争 阿启一边思考自己能趁着七天做些什么 一边回自己屋 却在门口被眼镜妹给叫住了 眼镜妹先自我介绍叫多多良灵情 然后羞涩地向阿启道谢 其实她不只想要道谢 但是因为太羞涩说不出来 眼看阿启又要进屋了赶紧叫住她 在心里鼓励自己先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让对方放松警惕 结果开口就是关于你真正的能力 这肯定让阿启警觉起来了呀 眼镜妹心里很崩溃 赶紧想着要怎么挽回 她想着要把自己的能力告诉男主 可开口就是 我拥有可以知道对手能力的能力 男主瞬间慌了 两忙将眼镜妹拉进房间 上来就是一个壁咚 眼镜妹紧张得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殊不知这一幕被真正的女主优历看到了 但其实阿启只是想知道林晴的真正目的 毕竟这个少女如果是她的敌人的话 对她来说就是个大麻烦了 只能是杀人灭口了 林晴察觉到偶像不善的目光立刻坦诚 自己真正的能力其实是 复制对手十分之一的能力 但是这个能力她很难单独使用 就想要一个搭档 可惜男主是个钢铁直男 她立刻意识到了林晴的价值 她很有可能知道红队所有人的能力 林晴给了她肯定的答案 成功俘获男神的心 聊完之后林晴就走了出去 还刚好碰到了优历 招手示意了一下就离开了 并在心中默念 我才是最适合阿启的搭档 不过第二天 阿启还是选择和优历一起过二人世界 当然是有任务的 另一边 红队一个负责抓奴隶的正急急忙忙回到基地 说自己被绿队抓到刚逃出来 有要紧是要向老大汇报 而小黑此时正在思考如何赢得胜利 最关键的就是 他们还不清楚那个大炮少年的底细 正想着呢 一个双马尾罗莉走了进来 双马尾上来就给大姐姐个下马威 怎么连这小小的基地都要搞这些了 双马尾对大姐姐一番羞辱之后 就去冲着小黑撒娇 紧接着一个老头也划着滑板过来了 到小黑面前之后一脚就把滑板碾了个粉碎 然后就是九宝小哥带着刚才的人走了进来 向小黑汇报他们另一个干部此时正在试刀 用奴隶的生命进行试刀 这几个人便是红队的主力了 而刚刚的小哥也开始对小黑说自己看到的情报 自称是在绿队卧底的人放他出来的 而卧底看到了当初猫王确实是击中阿琪 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少年毫发无伤 并在下一秒发射了大炮 小黑咬了咬手指甲去找到阿姨讨论战争的事情 并且告诉阿姨那个少年的确有秘密 大炮并不是他真正的能力 而此时的男主刚把优利叫到了小数彩 说想体验一些只有和优利一起才能体验的事情 优利当场就脸红了 结果跟过去一看 阿琪还是把他当工具人用啊 其实阿琪就是想体验一下 优利的提高身体五倍力量的能力 可是发现拥有了之后自己战斗站不起来 简而言之就是 他太弱小了没有力量 阿琪只能放弃这个能力 他希望能训练优利帮自己获得几种能力 在战斗的时候组合起来用 而最优先的就是变身 阿琪让优利想象一下自己变身成任意事物 成功倒是成功了 结果从术后钻出来的竟然是自己的情敌眼镜妹 阿琪这才知道昨天 自己和眼镜妹密谋的时候被优利看见了 不过他一点深陷修罗场的自觉都没有 老实告诉优利自己的能力被眼镜妹给知道了 所以只能拉拢他 而他也以保守秘密为前提 提出和阿琪联手 但是眼镜妹的能力阿琪不能告诉优利 这都不重要 反正阿琪对优利说 自己最信赖的只有他 训练完之后 阿琪带着优利去和蓝队的人见面 没想到还看到了悟奇 领头的队长是个东茂男 名叫万年青 看到优利就表白 阿琪则直接说正事 表示希望万年青能告诉自己的队员们 他们绿队准备用点数招兵买马 万年青先一后扬 直言绿队处于弱势 不会让自家队员参与这场危险的斗争 又告诉阿琪如果能答应他的条件也不是不行 而条件就是让优利加入他们蓝队 竟然敢抢主角的女人 阿琪自然是不同意的 毕竟他还需要优利帮自己转换能力呢 所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万年青 但也没彻底拒绝 表示要优利去你们那也可以 但是你自己必须亲自参战 并且听他的命令行动 因为阿琪知道这个万年青的实力 肯定相当厉害 声称如果是队长的话倒也可以勉强代替优利 让对方觉得优利拥有和他们队长相似的实力 说完条件之后又说他们也不是特别缺人 只是过来问蓝队要不要搞点数而已 听到阿琪这么说 就同意把绿队招拥兵的事情告诉蓝队队员 当然 他自己说什么都是不会参加的 临走前还好心提醒阿琪 这场战争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不管你们做什么都没有用啊 不过万年青走之后 乌琪却留了下来 莫非他想看在曾经队友的面子上 帮阿琪优利他们一把吗 不过想多了 他是来告诉阿琪自己要去红队的 两支队伍要进行死斗 曾经的队友不来自己这边竟然要去对面 这是多大仇多大愿啊 不过我们的男主阿琪丝毫不在意 告诉乌琪你随意 反正你的战力也不足为虑 可把乌琪给难受坏了 堂着物资回到了基地 还被基地的一个大叔调侃了几句 哎呀年轻的孤男寡女 天天往小树林里跑是做什么呀 结果被优利追着打 而阿琪则被老大叫了过去 说是后勤队的大家也都想参与这场战争 多少能帮上点忙 阿琪并没有强烈反对 就这么定下了 这已经是战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大家开开心心吃烤肉 万一以后就再也吃不到了呢 大家也趁着这最后的机会各自向在意的人告别 眼镜妹也和阿琪说了些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 绿队的人就来到了战场 地点和阿琪预料的一样 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一个大优势了 毕竟前几天一直在以这个战场拟定战术 开战之前猫尔娘再次宣读了规则 每个人的终端就代表他自己的生命 价值1MP 而终端机和手铐间的距离 超过3米就会自动死亡 死亡之后手铐会合上 能力也无法使用 除此之外还有追加规则 战场中的五座塔上放置有终端台 把终端机插入终端台 队伍就会获得10MP 使用MP可以让猫尔娘做一些事情 比如喊喇叭 知道特定任务的所在地 甚至是复活终端机 以及封印某个人的能力 最后杀死对方国王终端机的队伍获胜 接下来就是两队队长选国王了 选完之后国王狩猎正式开始 白鹿老爷子率先发布命令 让大家分组去占领终端台 然后用这些点数封印对方王牌阿一的能力 老爷子猜测阿一是红队实力最强的 所以肯定也是红队的国王 把他能力封了就好打了 大家气势汹汹的前往五座塔 老爷子因为上次受伤还没好 只能留守据点发号施令 奶妈阿一带领的后勤队也都在这里照顾着 黄毛小哥带领的队伍率先占领了第一座塔 但这还没完 他们要留在这里防止红队偷塔 另一边的明月香小姐也带人来到了第二座塔 可是还没完全到达 就感受到了塔那边传来的震动 对面的boss竟然亲自过来抢塔了 阿一强大的身体能力瞬间就秒了其他队员 只剩下明月香小姐 而她口袋里是还没来得及挂断的 给黄毛小哥打的电话 明月香挥着大砍刀不停地朝阿一劈斩 却全都被对方轻而易举躲了过去 阿一单手揭白刃嘲讽明月香攻击单调 没想到明月香突然笑了一下 表示因为只有单调的攻击 她才会握住自己的剑了 原来这是一把神奇的刀 在她的手里会变得很轻 但是落到别人手中又会变得相当重 眼看着明月香就要用刀把阿一打趴下了 不过阿一的实力太过恐怖 竟然一拳就把那把刀给打碎了 紧接着一脚把明月香踹到了墙上 阿一踩了明月香的手臂一脚 又把木棍扔给她 让她起来继续战斗 这一切都被绿队的其他人知道了 他们都没想到红队竟然让国王去抢塔 便只好从据点这里派人去支援明月香 黄毛小哥也担忧心上人往那边去了 却被红队的滑板老头给挡住了去路 据点那边则被九宝小哥给偷嫁了 幸好阿祺的老队友熊切手在据点周围 而此时的阿祺却正在和红队的大姐姐做交易 等到阿祺走之后 大姐姐掏出手机给某人打了电话 说找到了对方的目标白留起 另一边 与熊切对战的九宝哥的超能力是将事物缩小 于是熊切一掐住她的脖子 手腕上的手铐就开始缩小 紧紧地勒住手腕 等到九宝哥在一扯那根看不见的丝线 熊切的右手缩到极致终于断了 与此同时 阿一正准备给明月香最后一击的时候 幽丽突然出现从她手中夺过了大姐姐 将明月香放下之后 她又转身迅急地朝阿一冲了过去 幽丽的力量虽然不及阿一 但是敏捷度明显更高 不能对阿一造成严重伤害 却也不会被对方伤到 毕竟两人能力相同 都是提高身体能力五倍的能力 所以当初阿祺制定战略的时候 也决定让幽丽对付阿一 而取胜的秘诀就是 灵敏 绝对不能被对方抓住 如果真的抓住了 那就刚好落入了阿祺设定的圈套了 因为人在拽住对手的时候 会不自觉往自己这边拉 在阿一拉住幽丽的时候 幽丽便可以趁势对她发动猛烈进攻 一个高抬腿顶到对方下巴 打得她措手不及 接着便是冲向胸口的连环无影拳 最后一击砸向正脸 阿一真的被幽丽给击倒了 不过她很快又站了起来 口中嚷嚷着说要寻找什么答案 而这一切其实都在藏在 树林里的小黑的掌握之中 她拿起一枚棋子自言自语 接下来就该间谍行动了呀 殊不知 他们安排在绿队的间谍 早就被抓了绑在树上 这还多亏眼镜妹可以知道别人的能力 阿起提前安排她观察 有没有谎报了能力的奴隶 果然发现了一个 可惜这个间谍宁死也不说出情报 好不容易被眼镜妹给打动了 却提出想喝口水再说 然而等眼镜妹端着水回去一看 只见到了一具尸体 这年头连间谍都这么卷了吗 竟然在组织成立之前就埋伏进来了 而画面一转 这个老阿姨正在擦刀上的血 就是她把另一个被抓住 想要投诚的间谍给杀了 另一边阿起和优力却产生了争执 优力终于发现阿起只把她当工具人了 或者说她把所有人都当工具人 于是转身就跑向另一个方向 她偏要去支援明月香小姐 阿起只能自己按原计划前往目的地 一边跑一边安慰自己没关系的 目前的这些情况都是她已经预想到的 她的唯一目的就是取得这场游戏的胜利 万万没想到会在半路遇见的蓝路虎乌奇 乌奇还对阿起上次的嘲讽耿耿于怀 上来就开打 而且这里到处都是树枝 相当于她有用不玩的武器 阿起心里很饥渴 面上却丝毫不鲜 甚至还能再调戏一下悟奇 气得悟奇挥剑就想再次砍过来 就在这时 阿起靠着的那棵树上突然跳下个人 悟奇立刻提醒阿起快开 跳下来的这位武士模样的人是红队的 名为龙胆 他也想杀了阿起却被悟奇给阻止了 说什么杀掉他的人只能是自己 而跌坐在地上的阿起微微一笑 很好 全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悟奇是被阿起自己叫过来的 龙胆则是被红队的大姐姐叫过来的 阿起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相遇 然后自己做山关互动 没错 现在悟奇已经代替优历成为了阿起的工具人 但是没想到对面的龙胆突然挥剑 一道风刃瞬间朝他们袭来 阿起立刻发动大炮 掩护自己和悟奇撤退到小树林里 他不明白 眼镜妹明明告诉他龙胆的超能力 就是把树枝变成剑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于是阿起开始分析了起来 刚刚他用大炮打了一下 龙胆的风刃却并没有斩断大炮 所以他砍的可能并不是他们而是别的东西 更为了解这个能力的悟奇立马反应了过来 起身自信地告诉阿起 只要他们合作四步就能干掉那家伙 紧接着就轮到他们两个上场了 第一步从上空跳下来偷袭 第二步连续不断地近距离攻击 让对方无法挥出风刃 第三步诱导敌人靠近并且背对那棵大树 第四步阿起初期不意地跳出来 朝敌人背后来两炮 没想到 悟奇这天衣无缝的计划早就被龙胆给看透了 他在那里得意洋洋地嘲讽的时候 阿起却突然冲悟奇说了句 其实还有第五步的 对吧 悟奇和龙胆这才发现漫天的木头碎片 悟奇立即反应过来 跳起一个高踢腿将那些木片踢向了龙胆 龙胆就这样被射死了 另一边 绿队的修女小姐姐 临死前将乌骨娃娃的头拧断 朝红对双马尾砸了过去 双马尾的头也像娃娃那样旋转了180度 紧接着就倒了下去 修女这才安心合上了眼睛 但是下一秒 双马尾就双手撑地爬了起来 头确实面朝天的 站起来之后 她才用双手把头给扭了回来 正打算再虐杀一下修女 就察觉到一股讨厌的气息 双马尾就想趁这个机会杀了这个讨厌的女人 还能伪装成是绿队干的 大姐姐一听这不是巧了吗 她也是这么想的呀 紧接着手就变成了剑 在双马尾挥着匕首刺上来的时候 腿上也长出了剑 不过双马尾可以操纵空中那些能射击的无人机 射得大姐姐躲闪不及身上挨了几枪 还流了不少血 而这正是大姐姐想要的 她将那些血朝双马尾甩了过去 下一秒 血就变成了利刃插入对方身体 没想到都这样了双马尾还没倒下 甚至握着剑再次冲向大姐姐 大姐姐闪身一躲 剑插入了一棵大树 她就摸了下双马尾的手环 手环立即变成袋子捆在了树上 但是大姐姐并没有趁机杀掉双马尾 而是朝一堆草丛跑过去 那里有一个人和一个箱子 原来操纵一切的就是她 大姐姐喊话的同时将手变成利刃插入木箱 与此同时 双马尾却无力地垂下了身 原来木箱里一直坐着个男人 而双马尾并非不死之身 她只是被男人操纵的玩偶而已 大姐姐就是看穿了这一点 至于那个锅盖头其实是个奴隶 她的能力是将玩具变成食物 变了之后就给那个男人操作 好家伙 还是个三人小组 这一波大姐姐才是最大的赢家呀 而另一边 九宝和熊切的战斗还在继续 结果熊切因为太老是不会玩鹰的 不小心被小九宝给套了脖子 而小九宝的能力是将物体缩小 只要一发动能力 熊切很可能就投身分离了 把能力用得这么熟练看来没少杀人 就在九宝准备动手的时候 一个小姑娘冲过来将她给撞飞 正是熊切当初救的那个小姑娘 九宝爬起来恼羞成怒的朝女孩甩了一刀 熊切急得立马挣脱束缚挡在她面前 瞬间脑海中浮现出了 因为出车祸而丧命的哥哥 此时不用能力还能什么时候用 熊切的超能力是两秒内无敌 这是她第一次发动 身体骤然被铠甲包裹 然后瞬间挣脱丝线 两秒 足够她击败这个人了 另一边黄毛小哥救人心切 却被滑板老头拦住去路 同伴们都倒下了 只剩下她不停的射减 她以前是个小混混 来到这里之后才算重获新生 所以不想让同伴们受到丝毫伤害 就算没办法打败滑板老头 也一定要拼死拖住她 不让她伤害剩下的同伴 黄毛小哥喊着男女主的名字说 之后就要靠你们了 结果话音刚落 阿琪就从树后走了出来 告诉小哥优历已经过去明月香小姐那边了 但是忙着和阿姨战斗顾不上旧人 所以只能小哥自己过去 而且只能是小哥过去 毕竟大家都知道黄毛小哥喜欢明月香小姐了 而阿琪要拿分进下一个项目 最适合留在这里和滑板老头打架 黄毛小哥相信阿琪 于是头也不回的就跑了 阿琪先朝老头扔了块石头试探一下 没想到石头碰到老头的手瞬间变得粉碎 再根据黄毛小哥身上的烧伤 阿琪推测这老头的能力是 瞬间引发化学反应的能力 不过老头也从小黑那里知道 阿琪真正的能力并不是手变大炮 刚刚朝自己扔石头肯定也是因为大炮变不出来 于是就放心地朝他冲了过去准备近身攻击 没想到阿琪突然从术后抽出了一把刀 老爷子顿住了 他认出来这是龙胆的刀 怎么回事 难道他能使用多种能力或者能复制别人的能力 老头相信了自己的脑补 阿琪便顺势抽刀劈斩了出去 锋刃直接将老头击飞 无形攻击没办法产生化学反应 所以老头根本就防不住啊 阿琪捡起老头的终端宣告他的死亡 在老头临死前还告诉了他一个大秘密 原来把他的真正能力不是大炮的信息告诉红队的 就是男主自己 原来这一切都是男主的计划 他告诉大家自己的超能力是把手变成大炮 等到大家逐渐琢磨过来好像不是大炮的时候 敌人就会想他很有可能是能复制 或者夺取别人能力的能力 所以滑板老头一看到队友的刀 就以为阿琪把队友的能力给夺了 不过他的队友们此时却陷入了危险 他们绿队最和蔼的奶妈 竟然是红队一早就派来的奸细 而且也能把手变成大炮 幸好白鹿老爷子早有防备才没被他偷袭成功 奶妈便坦诚地告诉老爷子 其实自己一开始也想追随他的 可是红队的小黑和阿姨是他儿子 为了帮红队取得胜利 奶妈还把明日香小姐的孩子当成人质 让老爷子投降 为了救孩子 白鹿毫不犹豫把自己的终端给扔了 也就意味着他死亡了 可即便如此奶妈也还是开了一炮 然而就算白鹿没了红队也没赢 因为白鹿并不是国王 真正的国王阿琪已经去偷红队的家了 刚好和小黑打了个照面 与此同时 眼镜妹为了保护大家 也使用了自己的能力 复制别人的能力 把奶妈的大炮给复制了 不过眼镜妹复制来的只能是原能力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只有原大炮的十分之一威力 但相应的时间也缩短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 可以连发 威力大而慢的大炮 和威力小而快的小炮就开始对拨了 奶妈其实也不想伤害小孩子 就把小孩放到了地上 可眼镜妹根本瞄不准炮弹全打在了牙壁上 奶妈则悄悄绕到他背后来的技物理攻击 把眼镜妹击倒之后就毫不留情地用炮口砸她的脸 让她说出来真正的国王是谁 现在在哪里 眼镜妹可是阿琪的搭档 当然不会说 反而又将炮口对准了后面的牙壁 连开了竖炮之后把牙壁给爆破了 滚下来一堆碎石 眼镜妹提醒奶妈 让她猜一猜碎石下面是什么 奶妈这才想起来自己刚刚把孩子放到那里了 她其实根本就不想伤害孩子 岂得赶紧过去扒石头 没想到孩子就被眼镜妹给抱着 原来刚刚她朝牙壁开炮就是为了改变地形 让奶妈以为孩子在那里 其实根本就不在 最后眼镜妹戳破奶妈 根本就不是想保护这个孩子 只是想夺走她 所以还是下了死手 奶妈被碎石掩埋 与此同时 正在和阿富一V一的优历也来了帮手 正是上一轮的队友 熊切和悟奇 但阿琪却被小黑的奴隶们给包围了 而此时小黑的超能力也终于显现出来了 那就是不管别人愿不愿意 他都可以帮忙 这样别人就会自动欠他一个人情 而欠他人情的人都会变成他的奴隶 阿琪就是这样不自觉中招了 因为他想拖延时间 所以一直在说一些听上去很重要 但其实一点用都没有的话 这自然被超高智商的小黑给看出来了 他便利用这一点顺应了阿琪的心理 这样也算帮了他的忙 于是阿琪也变成了小黑的奴隶 之前已经知道了白鹿老头不是国王 那么绿队的国王人选就只剩下了这一个 连国王都成了敌人的奴隶 这仗还怎么打 现在阿琪已经被其他奴隶们围了起来 小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真正的能力是什么 打猫王的时候 他移动到了众人的视线死角才度过危机的 所以肯定不是大炮的能力 再加上当初逃回来的俘虏告诉小黑 阿琪的能力能使用大炮却不是大炮 对于小黑这种聪明人来说已经够了 阿琪便将那次用过的顺衣再次用了一遍 结果刚顺衣到小黑身后 就被早已守着的奴隶给抓了起来 原来小黑早就推断出 阿琪拥有顺衣的能力了 刚刚也是故意把他引诱过来的 紧接着掏出一把刀直接捅了阿琪的肾 小黑居高临下地看着阿琪 声称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没想到跪倒在地的阿琪突然笑了一下 笑着反问小黑 如果这一切都是被他诱导的呢 小黑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正和阿琪正面对上 更想到了白鹿老头的能力 难道这个他也会吗 果不其然 下一秒阿琪就用出了老爷子的调停者 刚刚的谈话阿琪并不是为了争取时间 只是悄悄对小黑输出了两个信息 一个是他能使用多种能力 另一个就是老爷子能力的使用条件 就会让小黑以为他真的能用老爷子的能力 调停失败 阿琪宣布他刚刚受到的伤害 全部反馈到了小黑身上 而阿琪自己早有准备 在腰上挂了几坨肉 所以刚刚并没有真的被捅到肾 这场战争 从一开始就全部在阿琪的掌握之中 甚至从一开始小黑所思考出来的东西 就全都是阿琪想让他知道的 因为那个从绿队跑出去的俘虏 正是阿琪本人假扮的 这个男主在游戏里简直就是bug一样的存在 让别的玩家毫无体验感 如果说小黑是看过剧本的人 那阿琪就是写剧本的人 还故意藏了第一段没给小黑看 所以一直都是小黑被阿琪玩弄在鼓掌之间 不过就算如此红队也没输 因为小黑坚信绿队的人是不可能战胜阿一的 果不其然 塔那边幽利 悟琪和熊切三打一 阿一都还能游刃有余 甚至还欲战欲勇仿佛失去理智一般 一拳就把悟琪打飞了出去 阿一问他们自己究竟是什么 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人告诉他 你们不是人 并表示可以看到了这个我的人 一个都没能活下来 原来阿一和小黑从小就在同一个孤儿院 那个奶妈阿一是孤儿院的一位老师 但是孤儿院的院长是个暴力狂 把孩子们当牲畜一样对待 其中挨打最多的就是天性叛逆的阿一 最后孤儿院的精力塑造出了一个 更加变态的阿一 而现在那个阿一出来了 他甚至时常怀疑或许就像园长说的那样 自己真的不是人类吧 这种时候不就轮到女主化牢了吗 他告诉阿一自己也见过两个满身伤的女孩子 而她说的正是她自己和那个小妹妹 因为可以胆同身受 所以幽丽必须拦住阿一 两人同时朝对方冲了过去 又几乎同时凌空而起 拳与拳相撞进射出强大的力量 然而 幽丽用的居然是已经废掉的左手 幽丽是想直接舍弃左手同时 把阿一的左手也毁掉 阿一可不能让她如愿 所以察觉不对立马撤了回来 反倒是幽丽的左臂彻底抬不起来了 只能用右臂抵挡阿一接连不断的拳头 阿一也没想到这个小姑娘挨了那么多拳头 竟然还能站着 支撑幽丽的是她的信念 她知道自己不能像阿一那样逃避 紧接着 幽丽的身体里骤然爆发出更强烈的力量 现在才是两人真正的决斗时刻 幽丽握拳冲向阿一 即将靠近的时候凌空跃起 拳头砸在了阿一的胸口上 然而这个拳头对于阿一来说根本就是不痛不痒 幽丽自己也愣住了 因为她感觉到自己的能力竟然消失了 下一秒就被阿一拳打飞了出去 终端里出现了猫儿娘的身影 宣布红队用了武士MP封印了幽丽的能力 好家伙原来小黑还留了这么一手 他被阿琪夺走的是假的终端机 奴隶们的限制也是被他主动解除的 然后吓唬阿琪赶紧去他的队友们那里 好让阿琪来不及确认那个终端机是不是真的 等到阿琪走了之后才把真正的终端机掏出来 用点数封印了幽丽的能力 他知道自己用不了多久就会死 所以只能将希望寄于阿一身上 就在阿一准备对幽丽下死手的时候 阿一对一条件就是放了幽丽 他要杀掉阿琪为小黑报仇 这是最后的决战时刻 两人的大战一触即发 一个要为好基友报仇 一个要保护美少女 阿一内心充斥着对阿琪的仇恨和愤怒 握着拳冲了上去 他知道阿琪的真正能力并不是大炮 但那又如何 因为他会击毁一切 阿琪刚过来就立马确认了 幽丽的神智是否清醒 随即他错身躲开了阿一的攻击 紧接着握紧拳头反砸向阿一 可是就阿琪那小拳头能顶什么用呢 连幽丽的能力都因为身体素质太差而用不了 于是在战争开始之前 他就让幽丽帮自己特训 别的什么都不练 只练习挥拳这一个动作 当然这招只能在特定的时机打出去 阿一直接被打得口吐鲜血 强壮的身体也飞了出去 过往的那些回忆宛如走马灯般 在他眼前浮现 最后定格在了小黑的背影 随后阿一强撑着变体鳞伤的身体站了起来 他拜托阿琪转告幽丽 如果将来遇到一个受伤的孩子一定要示意援手 说完这句话他就倒下了 随即终端机也传来阿一死亡的消息 男主带领着绿队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他走到幽丽的面前伸出了拳头 这是他在为之前利用幽丽的事情道谢 而幽丽也大方地接受了这独特的道歉方式 就在这时 猫尔娘再次出现 因为接下来就要宣布对获胜队伍的奖励了 所以他要带男主去一个地方 至于其他人也都被黑衣人抬走疗伤去了 阿祺刚来到河边洗了把脸 就遇到了蓝队的队长万年青 他神神秘秘地对阿祺说 刚才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 阿祺瞬间慌了 难道他看出了自己真正的超能力 随即万年青就抬起手臂对准阿祺准备演示一下 阿祺的脑子里瞬间联想到大炮 而下一秒 万年青的手臂就变成大炮将阿祺打飞出去 之后他让阿祺帮自己转达一句话 他一定会亲手要了猫尔娘的性命 让他等着好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 才让万年青想要杀死猫尔娘 阿祺他们被抓到这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他们的超能力又从何而来 看来故事并没有真正结束 一切谜题都只能等到下一季才能揭晓了 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吧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